一整排機車停好好 看起來都在車格裡 但卻被夾上微停罰單 真的讓民眾一頭霧水 白線不是嗎 為什麼不明白 有的人會誤會 然後就把它停進去 沒想到看起來是停車格 但根本只是地磚 這烏龍停車格就在嘉義 左邊是正常白線停車格 右邊是假車格 地上像是停車格的線 竟然只是地磚花紋 靠近點仔細看 左右兩條白線 剛好停進一部機車 居然不是停車格 後續會加長 它的一個標線跟標示 機車違規停榜人行道 可拆榜600元 奇怪停車格還不止一個 在台南北區這裡 民眾停好車卻發現 旁邊竟然貼了禁止停車 原來疑似有消防送水口 這下尷尬了 這到底能不能停 有點奇怪 有急事還是會停 這車格位置尷尬 法規明定怕影響救災 消防栓附近禁止停車 但消防送水口是大樓 消防設備的一部分 不再禁止停車的範圍 雖然可以停 但看到送水口還要禁止停車 讓車主壓力好大 那如果必要的話 我們會針對停車格 來做一個檢討跟改善 機車格有陷阱 搞烏龍收了罰單 還有消防送水口旁的停車位 讓車主停了好困惑 記者豪國文賴冠章 郭怡貞 嘉義台南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掌拍攝